再来关注马来西亚的水灾 虽然登加罗州的灾情放缓 但是吉兰丹州的灾情却是恶化 马国气象部门警告 彭亨州包括旅游圣地刁曼岛 柔佛州东部以及沙拉越水域 都可能会刮强风 并且掀起3.5米的巨浪 在灾情严重的吉兰丹州 到处一片汪洋 一些地方水深过漆 居民撑伞在水中缓慢行走 当局表示 来自刮拉吉赖 日里 丹纳美拉 巴西马市和马张 5个地区的千多个灾民 被安置在30个中心避难 决堤的吉兰丹河 预料将迫使下游更多的民众紧急疏散 同属重灾区的登加罗州 情况稍有好转 避难中心的灾民 从昨晚的1600多人 减少到1000人左右 他们被安置在21个中心 吉兰丹 登加罗 彭亨 沙巴和沙拉越 5个州 从现在到3月 还可能会遭遇更多的水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